现在为止 出现在我们舞台上的 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的 还都是我们中国人 其实还是藏着有 两个远道而来的客人的 对 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就是为了在这个舞台上展现一下 没错 而且要告诉大家的是呢 他们是一对父子 有道是这个叫上阵父子兵 今天他们两个一起上阵 分别挑战一项世界纪录 有请Michael and Cameron 今天我们现场来的几位选手 我们都让大家猜 他们到底原来是做什么的 今天这位就不用猜了 肯定是个学生了 只有14岁 关键是他的父亲 Michael 我们看看Michael 这位来自美国的客人 他做什么工作的 yeah we're letting the audience to guess your profession okay 来 现场的观众 举举手 谁来猜 能看得出他是做什么职业的吗 医生 有说医生的 医生的 还有吗 Doctor 有 司机 医生不是 厨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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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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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提醒大家啊 一个是看他的身材 一个是看他的派头 警察 有人说警察 they say could it be police officer yes 他是因为来自美国的警察叔叔 美国的警察叔叔 和他的儿子 今天要来挑战 吉尼斯世界记录 那么雪纯 他们挑战的项目是什么 实际上呢 他们两个分别也拥有一项 吉尼斯世界记录 都和球有关 Michael的这项记录呢 是他在2008年 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 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创下的 这个记录应该叫什么呢 叫猛眼同时旋转最多的篮球 那么他当时做的记录是八个 而这位这个年轻的 才14岁的 我们的这位小记录保持者呢 Cameron的记录呢 是用最多种类的球 就是说他 大小不一的各种球 他用的可能有足球啊 可能有篮球 可能有排球 不同种类的球 赚的最多 那这个记录呢 他现在保持的是六个 全都是世界记录的保持者 那么在他们今天开始挑战之前 其实我们可以欢迎他们 先给我们展现一下 他们的技能 让他们有热热身好不好 好啊 so could you please show us some of the tricks and skills that you ok 我们可以想象 这种技能其实是疑传的 所以刚才大家看到 虽然是他们这个 可能我们见的挺多的这种 就是用手指转篮球 但是对他们父子两个人来说 这个动作非常的关键 那么两个人谁先做呢 ok which one of you would be first to challenge the record 那在这里呢 我们要先介绍一下规则 规则要点 一架子应放在选手的身体上 球或架子不得触地 二所有球必须同时保持转动 至少五秒钟 三如果有一球停止转动或落地 挑战宣告失败 我们看到 Camry用的几个球都完全是不同的 前面六个球赚在上面都不算 因为一定要到第七个 上去以后 才是同时七个球再赚 才开始计时 希望大家一直给他掌声鼓励啊 因为每放上一个球 都是很不容易的 好 做得非常好 很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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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on you Cameron 五个 现在是五个球 这是最小的一个 六个 好已经六个了 六个 他的身体动作有的时候也会影响 他的这个放的稳定 十六个 第七个 这是他的自己的挑战了啊 要打破他的记录 三 三 四 五 Got it Yes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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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把优待 送一下 第一次直接进步 这个时刻 谁见证 我见证 好 谢谢大家